Hello,大家好,我是最喜欢学习和探索的VSYY小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同每个领域呢,在时尚穿搭中啊,也有一些大家公认的规则 不过呢,其中一些看似非常有道理的规则啊,却很容易呢,把我们带入误区 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就来和大家聊聊那些让你误入歧途的穿搭规则 帮你摆脱那些没有必要的时尚焦虑 那么这里还是老规则,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呢,就可以先订阅关注一下 以后更多关于时尚穿搭、时尚文化的精彩内容呢,就不会错过啦 横条纹比瘦条纹显胖呢,这似乎好像成为了大家公认的穿搭规则 不过事实上呢,刚好相反,这里来先给大家看一张图 图上的这两块方块啊,哪一个看上去更瘦更高呢 是不是明显左边的那一块 其实呢,这两块是同等面积的正方形 这个错觉现象啊,叫做赫尔木兹正方形错觉 科学证明呢,同等粗细的横条纹啊 比竖条纹呢,在视觉上让我们感觉更显瘦 那么是不是所谓的横条纹都显瘦呢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张图 明显是不是左边的粗条纹显得更肥一些 因为呢,粗条纹啊会产生那种膨胀的效果 所以说呢,细条纹啊会更显瘦一些 而如果是同样的细的横条纹 我们还会发现呢,疏密程度的不同啊 效果也会不一样 排列越密集的横条纹会看起来越瘦 不过运用到实际衣服穿搭上呢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 一切呢,还要根据衣服的款式和身形按来调整 不过就我长期观察 我发现几乎最不容易出错的横条纹比例呢 就是10%的深色,要配90%的亮色 所以下次大家在挑选横条纹身的时候呢 就不妨试试这个比例 当然虽然在显瘦PK上的竖条纹是输了 但是呢,实际掌握好了比例啊 竖条纹同样的更能让我们显瘦 像从这张图中呢,我们就能得出结论 竖条纹比例上呢,条纹啊是越少越稀疏越显瘦 当然,这一切呢,都要还是建立在衣服整体的款式上的 很多人都会觉得衣服穿得越宽松啊,就越能遮肉 让自己的坠肉呢,有藏身之处 就不会那么容易显胖了 尤其很多身形比较丰满,比较粗壮的女生呢 更是对宽松的衣服啊,有种莫名的迷恋 而且随着最近几年oversize风的流行呢 更是让很多人呢,对这个规则顺性不移 不过其中很多人呢,都忽略了衣服的轮廓啊,会严重影响视觉对身材的判断 如果一件衣服整体都很宽松呢 它的宽度啊,则会增加身体的扩行和重量感 容易呢,导致别人误以为啊,你的身材呢,本身啊,就是绑大腰圆的 很多身材短板呢,都会暴露出来 而且也会让人整体看起来呢,又垮又推 其实呢,要摆脱这种效果呢,还是要从搭配的底层裸件上入手 就是呢,无论什么身材,穿衣服呢,一定要有松油紧 比如说啊,你想要遮手臂和肚子上的肉呢 那么上衣的选择,在肩膀上呢,就一定要选择合身的 否则呢,就是过于宽大的衣服啊,会让人感觉直接像套了一个大的袋子在上面 毫无区限可言 如果想要演示下半身呢,那么宽松的下身啊,就可以搭配合身的上衣 而且啊,尤其是胖女孩儿,千万不要忽视对腰线的打扫 总之呢,只有张弛有多才能从视觉效果上造成差异 重新调整出好的身材比例和曲线 先天不足,后天来凑 高跟鞋真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尤其呢,对很多矮个子的小伙伴们 这里不可否认,高跟鞋呢,的确啊,可以增加物理身高 但是能不能从视觉上显得高,显腿系呢?嗯,那就不一定了 像其实很多小个子女生啊,她们穿平底鞋呢 在视觉上就能够达到显瘦显高的作用 其实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身材比例 有些小个子呢,看起来她不显矮,就是因为呢,她的身材比例好 而有些女生呢,明明个子很高 但是穿衣服呢,就给人一种非常壮实的感觉 这也是啊,她的身材比例不好啊,才导致的 像是上短下长的体型呢,就是属于经典的黄金比例 上身比下身长,视觉上呢,有上移的作用 无形中啊,就会拔高身材 有着这样的身材优势呢,穿衣服啊,都是衣架子 这时候呢,穿平底鞋既能够满足舒适感 又能够让自己变得时髦 若是呢,只穿高跟鞋啊,风格呢,就会被局限掉了 而有着上长下短或者是五五开的身材特征呢 穿衣服啊,就会横挑 首先呢,在穿着的时候呢,要学会提高腰线 这样呢,就能提升上半身 像这样的身材啊,穿高跟鞋比平底鞋呢,是要有优势的 因为呢,单靠提高腰线呢,是远远不够的 搭配上鞋跟后呢,就能达到双倍功效 当然了,除了身材比例呢,腿部的胖瘦也是不能忽视的 因为即使是下半身长的人啊 腿粗呢,也会在视觉上压低整个腿部的长度 除了裤子的修饰外呢,鞋子啊,更是重要的因素 所以你如果是全腿粗的,单只靠裤子和裙装来遮盖啊,是远远不够的 加上了高跟鞋之后呢,就能从纵向啊,延伸腿部的线条 这样呢,就能够减少腿部肌肉的横向膨胀 而如果只是小腿粗的女生呢,就不要啊,穿单鞋的高跟鞋 而是短靴的款式呢,会更有优势啊,更能够呢,穿出气场和分度 很多人会以为高跟鞋呢,能够修饰小腿粗的问题 其实呢,它有时候会把,让小腿显得更粗,但是高跟呢,会让我们的瘦力点啊,会转移到脚尖 小腿肚的肌肉呢,会紧绷,就会更容易啊,先腿粗 像我们在穿裤子的时候,除了阔腿裤与喇叭裤之外呢 其他的裤装啊,会勾勒出小腿的曲线 瞬间呢,就能产生那种萝卜腿的及时感 不过呢,穿搭是整体的,穿衣的风格其实更影响要选择高跟鞋还是平底鞋 我在之前视频中同样要提到,法式女生的一大穿衣技巧呢 就是如果衣服不知道要挑什么颜色,那就挑黑色吧 游戏到了秋冬,黑色呢更是占据了衣柜里的大部分空间 不过如果你是一个瘦高个,黑色的单品呢绝对是百搭一穿 但如果你是一个怕美眉的话呢,就要注意了 因为黑色虽然在视觉上有收缩的效果 但是由于色调的关系呢,总会给人一种沉重压抑的感觉 我们这里呢就可以来对比一下,同样面积的方块啊 黑色呢就要比其他两种颜色呢看起来更有那种沉甸甸的重量感 其实这个放在人的穿着上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所以黑色这种收缩感啊是厉害双赢的 如果你的身材没有太大的毛病呢,就可以讲缺点而忽略不计 但是对于小个子女生来说呢,黑色的衣服啊,其实不光有横向收缩我们身体的宽度 也能同样的在纵向上收缩我们的高度 所以如果你是个重量级小个子选手呢,大面积穿上黑色啊 只会给人一种更矮更顿时的感觉 而如果你的身材比例呢,又是上长下短或者是五五开呢 下半身穿黑色啊,会更容易呢压缩下半身的长度更显腿短 不过黑色作为色彩里百搭的YYDS呢 只要运用其他的颜色和它做一个搭配调整呢 就能够啊,把它的显瘦效果发扬光大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下面三个同等面积的方块 是不是一眼看上去啊,有着巨大的差别 这也就是视觉分割的作用 图中的差距呢,就是层次感带来的 我们第一眼呢,都会啊,被中间的颜色呢给吸引视线 从而呢,就会弱化整体的笨重感 所以呢,旁边两个方块呢,要比纯黑的结构更加显瘦 而运用到我们日常穿搭中呢 想要黑色的外套搭配色差较大的内搭 出来的效果呢,远远比轻易色的黑啊要好很多 同样,黑色内搭搭配亮色的外套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经常会提到的 在穿搭中呢,我们一定要注重整体的层次感 这个规则其实在我个人时尚观念中存在了很长的时间 这也是最近几年啊,才开始渐渐尝试的有超脱出来 不过真的是不是不知道,已是吓一跳 感觉呢,忽然给我自己打开了另一扇大门 不过其实在视频节里呢,不同金属混搭在很早就开始存在了 像Cardia在1924年呢,就推出了Trinity玫瑰金、磨金和黄金等混搭戒指 而日常穿搭在各种首饰单品的搭配上呢 我就来和大家分享这一个混搭小技巧 就是呢,一定要有第三件的金属配件去呼应其中的一件首饰 这里我说的金属配件呢,也包括像包上的皮带上以及鞋子上的金属搭口 比如说你带了一堆金耳环和一堆银戒指 那么你就可以带另外一条银色的项链 或者是带有金色配件的包包 让整体看起来更协调 而且其实呢,很多金银双色的首饰啊 更是呢,可以和其他任何颜色的饰品所搭配 所以大家只要遵循了这样的规则呢 首饰混搭,真的是随手年来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话 只要瘦,只要身材好看 真的就是穿什么都好看 在这点上呢,我觉得真的是对时尚以及穿搭上最大的误区 其实呢,完美比例的身材几乎是不存在的 就连很多明星或者模特的身材也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就更不要说我们普通人了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很多脸好看,身材也非常好 但穿衣服不好看的人呢 真的是比比皆是 这样的例子呢,就是在演艺圈也是不胜美举 同样现在也有很多在传统意义上不是属于好身材的人呢 都能够穿的非常好看 并且穿出他们自己特有的风格 成为了别人模仿的对象 所以这里我也要提醒大家 不要迷信和盲目追求身材上的极致完美 很多身材上的缺陷呢 是完全可以通过穿搭的技巧呢 来掩盖和调整好的 好的形象呢,绝对是穿出来的 所以说呢,大家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熟悉和了解自己身材上的优缺点 并且要通过扬长臂短的穿衣法则来优化 同时呢,也要不断的积累时尚和穿搭方面的知识 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时尚的宠儿 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麻烦按个赞再分享给大家 也欢迎大家有个分享一些我没有提到的 但是呢,你认为非常愚蠢 不应该遵守的时尚潜规则 穿搭呢,是蛮非常深奥的学问 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 这也是时尚的精髓 也是它最好玩最有意思的地方 所以呢,让我们一起学习和探索吧 我们下期见,爱你们 Salut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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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